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不是凭空想象的 烧烤 古称繁治 最早的图像记录出现在汉代留存下来的画像石上 这幅出土于徐州铜山的刨厨迎冰图 就清晰地记录着汉代吃货撸串的景象 在这块汉画像石的最上路 一人右手持并面 山峰祝火 左手则在翻转烧烤炉上的肉串 另一人正在岸板上屁股切肉 头顶的食物架上还挂着动物腿肉 鱼肉等食材 跨越千年的生活气息仿佛扑面而来 除了汉画像石 徐州出土的烧烤器具 也映证了我们对烧烤有着祖传的热爱 比如这件西汉早期的青铜烤壶 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 还有徐州土山出土的这件东汉陶记 造型与现代烧烤所用火炉 简直一模一样 继续询味舌尖上的大汉 我们会发现相似的还有食材 汉代繁制的品种很多 其中以牛羊肉为上品 羊大为美 在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 就多角度反映了 当地从古至今的食羊习俗 好了 口水止住 输回汉画像石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雕刻在 墓室 棺果 祠堂 汉雀上的石刻艺术品 被称作石头上的大汉史诗 这其中既有刻画家居生活 生产劳作的现实题材 也有涉及羽化生鲜 神灵祥瑞的美好想象 徐州是中国汉画像石的起源地之一 所藏汉画像石的数量 品类居全国前列 汉代工匠们以刀作笔 以时为止 留下了千年之前的生活应急和浪漫想象 两千多年过去 石刻画面仍然生动鲜活 充满了对于生活的热情 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人间烟火 生活如废 烧烤也好 石像也罢 这跨越千年 绵延不断的 正是我们对美好生活 不变地向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去前列